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難塞進去 所以就有另外一支叫做Micro-Kernel Micro-Kernel 讓Kernel越小越好 因為你要塞到這個支援更少的系統之上 所以在Micro-Kernel的System Decode裡面 我們說第一個 我們就把Kernel裡面的功能 把它移到User Space去 就往上移 讓Kernel越小 你至少Kernel塞進去 User那邊塞不進去就拿掉了 但是至少Kernel一定要塞進去才能跑 這種系統我們叫做Micro-Kernel的System 就是讓Kernel所謂的Micro化 讓它越小越好 但是它們之間的溝通 就透過所謂的Message Parsing Message Parsing就比較沒有那麼複雜 就是說我們在User Space的程式 如果要跟Kernel的程式溝通的時候 我們有所謂的Message Parsing 我們後面會講 Message Parsing本身在OS裡面也常用 就是你把資料打包之後 傳給Kernel Kernel處理完之後 也把它變成一個Message 再送給上面的User的Label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比較容易來extend一個Micro-Kernel 這個Micro-Kernel在延伸的時候 比較容易 因為它透過Message Parsing 很容易來做 那第二點就是說 也比較容易Pode這個OS 到一個新的結構 新的結構的話 就是說我們那個接觸系統 我們有很多 我們有ARM的 我們有不同的所謂的CPU的結構 或不同的Process的結構 那我們把一個Kernel Pode到一個不同的硬體結構 這個Kernel當然就越小越好 就越精簡越容易Pode 那個龐大的程式 你Pode起來問題就越複雜 可能就越不容易 或要花更多時間 那第三個就是說 也更可靠 因為你在Kernel裡面 你的Call也比較小 就是比較不容易出錯了 所以也是比較可靠 那最後一個就是比較安全 比較secure 因為程式越多 就越容易有漏洞 所以這個都是 所謂的小而美 那比較相對的所謂的缺點就是說 因為我們把Kernel變小了 所以把很多功能 就把它移到所謂的User Space去 他們在溝通的時候 相對就會增加它的溝通的頻繁度 如果你本來都是在Kernel裡面 你一直溝通都在Kernel 那還是很容易 但是你再把它拆開之後 變成溝通要通過剛剛講的Message Passing 變成說 原來在同一個Kernel裡面的東西 把它拆出去之後 他們的溝通就會變頻繁 這個溝通的複雜度也會變大一點 因為比較慢 因為你要通過Message Passing 這個是它的缺點 那像這個就是Mac的OSX的Structure 最下面當然就是Mac的Hardway 那上面它的Kernel就是Unix的VSD VSD去改的 那上面是Application 還有一些Service 也是類似這樣的結構 那底下我們就來介紹另外一種 剛剛提到的叫做Layer 然後分層 那現在有一種最新的這種OS的設計方法 我們叫做所謂的Kernel 來設計這個Kernel Module的方法 就把它變成所謂的模組化 那模組化我們簡單看一下 比如說這個是Solaris的Modular的Approach 所以我們看中間還是核心的Solaris的Core 就是它的Kernel 最中間這一塊 那其他都把它分成一個模組 一個模組 像可以有Fire System 那有Scheduring的Class 還有其他的像Device跟Bus的Driver Loadable System Core 就等於說把一個Kernel的這個功能 就把它接成模組化 那這個也是新的做法 那這樣的話 像當然也是說 跟這個Layer的觀念很類似 但是更有彈性 因為你可以 每個模組都可以隨時替換掉 這樣設計起來的話 就會更方便一點 好 那底下我們來介紹 另外一種 在OS裡面 最近也是蠻熱門的 蠻重要的叫做Marchive Machine的概念 所謂虛擬機器 那這個所謂的Marchive Machine 它就是等於說 把這個Layer的Approach 把它發揮到極致 等於說 它把這個Hardware跟OS的坑 把它想成說 它就是一個Hardware 這些問題是說簡單的講 就是說我們本來就是一台機器 那一般我們就是一台硬體上面 就是RUN一個OS 像各位的電腦上面 如果你沒有RUN個Marchive Machine的話 就是一台Hardware 上面跑一個OS RUN個Marchive Machine的整體概念 就是說 叫虛擬機器 就是說 我們就把一個Hardware把它變成 好像很多個OS在上面跑 像它每一個OS 都有一個硬體 實際上只有一套硬體而已 只有一套 但是我們上面加了一層 我們叫做所謂的 這個Virtual Machine的 Implementation 像這個紅色框框所顯示的 所以我們本來Hardware就是一個 本來最左邊這個圖 就是在沒有Virtual Machine的話 它就是一個硬體一個坑 那上面就是跑Process 這個本來在記憶體裡面的話 就長這個樣子 那Virtual Machine的話就是說 我們這個硬體上面多了一層 叫做Virtual Machine的 Implementation 等於說它把這個硬體做一些管理 然後給上面的這些應用來控制 實際上是一套硬體 可是給它們解說 你有好幾套硬體一樣 就是虛擬的意思 那虛擬的結果是怎麼樣呢 就變成說 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 Virtual Machine呢 它就提供一個 跟下面這個所謂 我們叫做Bair hardware 跟你的硬體一模一樣的界面 給上面 我們如果看這個 再往下看 就是說 把它全部叫出來好了 Sorry 好 我們說這個 Operation的host host 就是你原來系統 原來系統 原來系統一定 run一個OS 比如這個host 可能是Windows 可能是Linux 所以你原來的系統 一定可以run 一定要run一個OS 然後你上面呢 可以run不同的OS 相當於它有好幾台機器的概念 像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我們上面這個kernel 在上一層這個kernel 它可以是 看一下 這個叫做所謂的guest guest 就是我是當這個系統的客人 我是依附在這個系統上面的 那每一個這個kernel 可以是不一樣的 剛剛提到 最下面那個kernel可能 比如說Windows 或者Linux 就一種 可是上面這個kernel 可以跑Windows 或Linux 可以跑Mac OS 相當於說 我身上只有一個機器 可是呢 我要讓這個機器呢 經過這個所謂的 Virtual Machine implementation 就是經過一個 Virtual Machine的軟體呢 包裝管理之後呢 好像我有三台機器了 而且這三台機器呢 可以各自run它的不同的OS 相當於說 我本來就是一台電腦 可是呢 你看它都是好像三台電腦 每一台電腦都有CPU 都有memory 都有記憶體 而且跑不同的OS 現在的這個技術 已經可以做到這一點 所以每一台這個 像我們現在都會看到這個 每一個kernel 它可能跑不同的作業系統 然後它也認為說 它下面有一個CPU 還有很多memory 還有一些硬碟 事實上 這些CPU memory 硬碟都是共用 就只有一個而已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再去追究它 你只有一個CPU 同一個時間也只能執行一個指令 不可能變三個CPU 所以我這個 剛提到這個 Futual memory 這一塊 它就變成說它要 它要假裝 我有好幾個CPU 讓上面程式來run 事實上我們真的去分析 仔細去看 同一個時間 也只能run一個指令 所以它同一個時間 雖然我上面好像有三台電腦 這三台電腦 是不能同時run 各外一個指令 一定是一個一個來 只是它要切換 像當然它要切得很快 那好像說 每一台這個 這個所謂的Futual memory 以為它有一個CPU 事實上 這CPU是大家公用的 所以整體來看就是說 那這個每一個Futual memory 它的效能 一定會比較差 比較差一點 因為我就是這個CPU 那你上面 產生這個Futual memory 如果產生三個 三個共用一個CPU 當然平均分道就是上面之一的CPU 所以 那你的記憶體呢 比如說我本來電腦的記憶體 我有比如說兩個Gigabyte 或者四個Gigabyte 那你分成三個之後 當然就分一分嘛 所以變成說大家分的也不太一樣 但是這樣的技術呢 可以讓我們的確是比較方便 Futual memory的概念就這樣 就是一台電腦上面 弄不同的作業系統 讓你以為說你是很多台電腦上面 那我們現在在CPU裡面也很熱門 像VMware是很有名的 Futual memory的公司 他們開它的軟體 可以讓你的一台Server 上面就跑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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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veture machine 然後我們去租它的時候 租一個Goveture machine 你說好像租一個電腦 它要跑Windows 然後記憶體要多少 CPU要多快 同一台電腦上面 有另外一個租另外一個Goveture machine 它是跑Linux 然後它也不同CPU 變成說事實上一台機器 把它變成好幾台機器 這叫Futual machine的概念 而且每一個Futual machine 都可以獨立的被承租 它可以租給不同的人 它事實上真的跑起來的時候 還是一個CPU 當然現在有很多比較厲害的平台 是說它用Market Core 所以它一個CPU可是它好幾個核心 或者用好幾個CPU 我們講下面的這個硬體結構 剛剛強調的是一個CPU 但事實上因為硬體的進步 所以我們也有多CPU 跟Market Process 或者一個CPU可以Market Core 多核 那這樣跑起不同的Futual machine 可能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我們說這個Futual machine 它的由來是怎麼一回事 實上早期最早期是在IMEA 所謂的Mainframe IMEA的主機裡面 在1972年 算很久了 這麼久的年代之前 就有Futual machine的概念跑出來 那它到底本來是要做什麼 就是說 基本的概念跟剛剛講的一樣 就是希望有不同的程式執行環境 然後使用共同的Hardware 就是一套硬體 然後我有不同的OS在上面跑 那這個有時候可以做什麼事情 包括說做測試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一個程式開發出來 那可是呢 我要測在Windows上面 在Linux上面 在Mac上面 如果可不可以跑 那你本來要去各裝很多這種 這種不同的座位系統的電腦 那你現在有Futual machine的話 你就一台電腦就可以製造不同的環境 來做各式各樣的測試 開發 都很方便 然後彼此之間 我們講Protect from each other 這些不同的Futual machine之間 不會互相干擾了 等下就像在把它強證成 他們都是獨立的電腦系統 只是虛擬化而已 那彼此之間互相保護 不會互相干擾 那如果要分享一些檔案的話 也可以 當然是被我們叫control 被控制之下做一些分享 這是OK 那這算是在管制之下的 或者控管之下的分享 那如果要溝通 有說我的Futual machine上面 跑一個程式 你的Futual machine上面 跑一個程式 那我們要真的溝通 那我們就要透過下面這個 透過網路來溝通 雖然我們這個Futual machine上面 看起來是 等於說我是一台電腦上面 跑了不同的Futual machine 那他們之間要溝通的時候呢 也是透過類似網路的概念 送到最下面來再送上去 不能夠直接 就是說事實上 你可以想 這些都是 Futual machine本身也是程式 所以它實際上也是在記憶體裡面 某一塊 這是一個Futual machine 這是一個Futual machine 所以如果它把memory 丟到別人去 那也是一種溝通 我們叫做memory share 但是不行 Futual machine之間 不能夠這麼輕鬆 因為它可能是屬於不同人 用的不同人租的 所以他們之間要受到保護 不能夠直接這樣子溝通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說 Vutual machine在 開發程式 在測試程式的時候 因為它可以營造 或者是建造不同的使用環境 讓你的測試的環境更豐富 更完整 或者是說我們也可以把一些 我們叫做 假設我們有很多sever 或者很多系統 但是某些系統上面跑的東西 就是我們叫做 所謂的 low resource use system 就是說這個電腦上面 就跑一個程式 然後電腦要開著 你還是耗電啊 這個電腦也是跑一個程式 我可不可以把這些 就是說使用率很低的電腦上面 跑的程式 通通把它收集到一台 使用率比較高的 比如說我們叫做 consolidate 全部把它集合起來 在一台上面跑 那這樣我也可以省 我的這個所謂的耗能 省我的這個成本 就本來擅在各地跑的這個程式 比較沒有效率 或者比較沒有這個經濟規模 我就把它集合起來 在一台機器上面跑 可是一台的機器 可能跑不同的OS 例如我有Windows 我有Linux 我有Mac 沒關係啊 在目前為止上面 你可以跑任何的OS 所以變成說一台機器把它營造成 有不同的OS的環境 上面就可以跑不同的這個程式 那這樣其實對開發程式 在測試程式 都是非常方便 這個是早期 這個watching machine的概念 那既然有這麼多的 watching machine要design 所以通常就應該定義一個 叫做watching machine的 所謂的standard標準 就是說不同的watching machine之間 你的格式是什麼 那你的介面是什麼 這樣的話才有可能說 讓一個watching machine 可以run在不同的機器上面 我想各位也知道 插畫就是一種watching machine的概念 我們一直強調說 插畫程式可以跨平台 為什麼可以跨平台 跨平台的概念就是說 各位寫的插畫程式 你可以在Windows上面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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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甚至可以在Mac上面run 你甚至可以在Mac上面run 為什麼它可以一個程式 在不同的OS上面run 它就是一個watching machine的概念 所以插畫本身 它就是一個 所謂的虛擬機器的概念 可以讓你在不同的平台上面 跑起來 它會偽造下面 不能講偽造 它會偽裝成是說 你下面是不同的OS 它都可以把它做介面的溝通 好我們再來看 剛提到這個是 Vertium machine的剛那個圖 我們講 左邊這邊是說 如果沒有Vertium machine的話 它就是一個how 一個turn 好到右邊之後呢 我們就發現說 這個紅色框框框起來了 最相當於是 我會有三個Vertium machine 三個Vertium machine 然後還是同樣一套硬體 我們中間在一個叫Vertium machine 我來管理這個硬體 我來管理這個硬體 好像說這個硬體 可以同時給上面 這三個Vertium machine來執行 然後每一個Vertium machine 你注意看它 那個VM 那個VM1 VM2 VM3 如果你對照左邊的話 它相當就是那個刻 相當於就是 相當於那個Hawai 相當於一個硬體 所以相當於會有三套硬體 事實上真正的只有一套硬體 好像有三套在同時使用 好 那另外一個我們講 VM種 叫做Para這種所謂的Vertialization ParaVertialization的概念就是說 這個我們提供給Guest Guest就是上面的一個Kernel 所以你電腦本身的OS 我們叫做Host 它叫主人 然後你跑上來的Vertium machine 這個Vertium machine叫Guest 就是說Host是原來的OS 那上面Vertium machine跑的OS 叫做Guest